哈囉大家好我是普通皮皮 最近我好不容易把戰地練到8000 我應該暫時不會再繼續練下去 那我今天就來趁我還有機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練戰地的裝備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有人練一直200等可以很快 但自己練起來傷害不夠又會一直死 那這邊還是一樣是我自己練戰地的心得 大概就是我會帶大家練的分別穿什麼裝備 稍微給大家一個方向 但每個人的細節都會有不同 大家還是要自己慢慢體驗 才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玩法 那先介紹一下我這次練的角色 我這次練的角色是冒險家職業群裡面 的重炮指揮官 本身如果是玩冒險家職業群的玩家 在練戰地的時候會比別人稍微吃香一點 因為幾乎所有練等的獻技道具 都是可以透過商城交換的 那我這邊會稍微列出每個東西的價格 現在是2021年7月 可能不同的時間價格會不同 資訊請供參考 首先是可以從本身傳過去的東西 3隻經驗寵物分別是P寵榮耀 兩隻宇宙殺人精 有很多新玩家在我看我的實況的時候 會問為什麼錢都會自己飛過來 這邊我簡單的介紹一下什麼是P寵 P寵你會看到你的寵物右下角有一個小小的P 那P寵的功能就是可以把寵物附近一段距離的 所有東西都吸過來 P寵的獲取途徑是用寵物隨機箱子 可以隨機開出所謂的W寵 兩個W寵可以透過限時販賣的月光隨機合成 可以隨機合成P寵、S寵和D寵還有寵物裝備 P寵就是大獎 寵物裝備就是二獎 S寵就是再來一次 D寵就是鳴謝會顧 那一隻P寵的價格大概在5000塊錢左右 那寵物的技能也可以透過寵物強化箱隨機洗出來 可以洗出Boss傷害、暴擊跟無視防禦力 大家之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試情況搭配使用 再來是燃燒戒指、幽暗戒指跟苦行戒指 這三個東西都沒有很必要 燃燒戒指的效果我之前提過 就是可以提升地圖的燃燒程度 幽暗戒指可以把四周最多15隻怪抓到面前冷卻3秒鐘 苦行戒指是可以增加基礎怪物獲得精煉值15% 持續15分鐘、CD30分鐘 100%的藍卷也可以吃到效果 但是會減少自己30%的傷害 價格依序是燃燒6000左右、幽暗2000跟苦行2000 會有這些是因為我是冒險家的緣物 這些現金道具都可以用上層傳過來 冒險家總共有15隻 這大概是冒險家職業群少數的強項 但上面這些都沒有很必要 燃燒可以請別人燒的是大約在1000-2000萬之間 幽暗只有在前期傷害很夠的時候 用的蛋基本上沒有差很多 苦行後期如果開了傷害會沒有辦法秒怪很麻煩 所以上面說的這事件 除非是同職業群不然我不會傳過去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輪迴杯石 這個東西可以讓地圖怪物最大數量提升 也可以縮短怪物的重生時間 這個部分你可以問問看你有沒有朋友可以幫你放輪 或者花錢請別人幫你掛 再來就是經驗值加倍券的部分 通常我會用到三種加倍券 第一種就是商城加倍券 可以在商城購買一張25塊 可以在有馬車活動或者是有福袋的時候便宜購入 但購入之後就會有時間限制要儘快用完 第二種是一般的經驗值100%加倍券 這個獲得途徑有很多種 但是最方便的獲得途徑就是戰地聯盟商店 只要你的戰地硬幣夠 每個角色每個禮拜都可以換最多10個小時的加倍卡 還有其他獲取途徑 例如武林道場星期天的怪物公園寶箱等等 我個人覺得最好獲得的就是戰地硬幣換的加倍卡 再來就是追加經驗50%的效果 這個有幾種獲得的方法 第一種是你在商城內消費到一定點數之後 不同的消費等級會給你不同的張數 這個也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也可以在拍賣用封閉購買 還有一種獲得方式就是廣播會有人開廣灑天氣 天氣這種東西就是當你NVP等級金牌以上的時候可以開始獲得 它使用之後可以讓與使用者在相同地圖的玩家都獲得50%的加倍效果 這個效果跟剛剛上面講的金牌的加倍券是可以疊加的 再來傳授的部分如果大家都已經決定開始練傳授了 傳授的經驗三件套狂龍經驗融入魔導 應該也已經準備好了 戰地的部分因為大家開的格子不一樣 我自己的習慣是先擺經驗 再來是暴擊機率 再來是暴擊傷害 再來是物理或魔法攻擊 再來是竹屬性 那戰地角色卡每個角色都會有不同的效果 因為如果要展開來講的話篇幅會太大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影片或去幫他找找資料 簡單來說我自己練戰地的方法是 先挑出40隻角色並且都先練到140等 要挑出40隻的原因是因為 戰地分數是伺服器內前4高等的角色總和 這樣40乘上140等於5600 再加上你會有一些燃燒角色跟本尊 全部練完之後戰地大概會達到6000或6000附近 整個戰地拼圖的外圈就可以全部打開 可以拿到佔領區域所有的經驗值加10% 之後再慢慢把所有角色都練上200等 然後我接下來要介紹一下我自己準備的戰地裝 可能有很多新玩家或剛回國的玩家不知道什麼是戰地裝備 簡單來說就是把比較好的卷軸充在可以交易的低等裝上 讓你可以在練等的時候有比較強的攻擊力可以秒殺較高等的怪 最大化自己的獲得經驗量 再來這些裝備因為是可以無限交易的緣故 所以練完之後可以再繼續傳給下一隻 不需要再練每一隻角色的時候重新充一套 那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戰地裝備 我有一套物攻跟一套魔攻的 物攻的部分因為卷軸實在是有點貴 所以我沒有準備到全套 我這邊準備給140等以下使用的就只有8件 0等的歡樂指環4個 10等的皮諾丘鼻子 40等的力氣綠色特殊腰帶 50等的粉紅疊心領結 還有50等的黑色狐狸猴眼飾 這8件含衝65張RED卷 總共花了4455塊 魔攻的就比較齊全了 也是從歡樂戒指開始 然後維多利亞港裝備店賣的衣服褲子鞋子帽子跟耳環 還有皮諾丘的鼻子 修飛凱賣的項鍊跟工地手套 力氣綠色特殊腰帶跟已經絕版的紅舞團披風 那這部分就比較沒有這麼貴 主要是因為魔攻的艾比卷軸比較便宜 所以總共花費到約在3000塊錢上下 老實說戰地裝備沒有不會怎麼樣 但有了會很不一樣 你的傷害在穿了戰地裝備之後會有直的飛躍 舉個例子來說 我可以在10等的時候 打25等血量580的火毒眼獸 打出超過1萬的傷害 幾乎不會有傷害或心理上的問題 唯一例外的是 我會在中間130-140等選擇黑翼龍 這邊可以直接打120等的怪物身上140等 那我這邊因為自己有準備另外一件裝備 被遺忘了神花耳環 再加上我自己有準備一個5等以上的分身工會 可以讓心力加15 加上神花耳環的8星 剛好可以打黑翼龍巢穴 而且這個耳環會加物攻跟魔攻各100 但這個不是無限交易的裝備 這個要交易要先用完美回徵卷 走回徵之後才能無限交易 再來是140等到200等的裝備 因為每個職業都不同 所以需要製作不同的職業心力裝備 這邊我總共製作了6套裝備 我選擇的是140等的佩薩呂洛套服 因為如果穿滿6件的話 總共可以加20%的一般怪物傷害 然後我是在禮拜天的活動 皺紋痕跡強化成功機率提升 再加上過年會有皺紋卷軸強化幾乎2倍的紅包效果 把這6套30件裝備都充上30% 順便把當時還沒有練上200等的15種武器 也都上好15%的卷軸 這個部分基本上沒有花什麼錢 主要是要等活動才有辦法製作 最後我練等是需要順以時的 這個有幾個方法獲得 最方便的是 如果當下有活動可以兌換的話可以免費換到 再來就是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要連續解3天的Happy Day點名 或是在禮拜六日的時候可以一次解3個的時候取得2個Happy Day硬幣 在HD商店裡面可以用2個硬幣購買一個瞬移石 最後就是比較有預算或者是里程沒有要用的人 可以用30里程換一個瞬移石或者是直接用點數購買 不換也是可以 就是有一些地方沒有辦法直接練 需要解一些任務 大致準備好之後剩下的工作就只剩下簡單的練等 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就可以練上8000了 那接下來我要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平常打怪的順序 一開始就是先在博法森林巨大的樹木練等 如果你有加倍有輪迴 你可以藉著深等的爆炸 很快就升上25等 25等之後前往多二城市地鐵2號線第二區域 打這邊的大幽靈打到46等 順帶一提如果在這邊練等的話 可以看到大家的初練休靡 46等之後前往秦幻村 寧靜的沼澤跟潮溼的沼澤打土龍 這邊通常都人滿為患 我一直沒有找到可以貼在這邊的圖 如果有人有也很讚的地圖的話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邊我會在土龍直接練到70等之後再去轉職 如果可以原地轉職的職業就沒有轉職的問題 冒險家的轉職任務還是跟以前一樣 需要在冰月學域打贏一轉的轉職教官 轉完職之後就在瑪加提亞城的 日落之路裡面的沉睡沙漠練到87等 因為只要練到87等的緣故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換去其他圖 之後就在87等直接換神木村的天空之潮2 這邊因為低等級的戰地裝備 不夠力加上20等的等級減傷 這邊大約需要打兩下才會打得死 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還是練得很快 之後我會在100等的時候 直接換到玩具層最下面的扭曲迴廊 直接練上130等之後換上神話耳環 再去神木村的敏達爾仙靈的黑翼龍巢穴 這邊練到140等之後就可以穿配沙呂的套裝 我們就換去同樣是神木村 但是更深處的被遺忘的龍之潮穴 打化石龍蟑螂打到145等之後 直接飛去星光之塔五樓之四 打有心力的化妝台 這邊基本上就是打兩下可以打死的狀態 但因為會隨著等級減傷慢慢減少的緣故 我們會越打越順 之後在這邊練到160等之後 我會換到被破壞的弓箭手臀 騎士團藥菜武器庫2 如果這邊沒有使用瞬移石的話 就稍微要解一下任務才有辦法進入 接下來就是雨露練到180等之後 換去黃昏的勇士之村 被遺棄的挖掘地2-10 練到200等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練到200等所花的時間 前10分鐘解完還到了前置任務 花了3分鐘從10等練上25等 累積時間13分鐘 花了5分鐘從25等練上46等 和第二次轉職 累積時間18分鐘 花了14分鐘從46等練上70等 加第三次轉職 累積時間32分鐘 花了12分鐘從70等練上87等 累積時間44分鐘 花了9分鐘從87等練上100等 累積時間53分鐘 花了17分鐘從100等練上130等 累積時間1個小時又10分鐘 花了10分鐘從130等練到140等 累積時間1個小時又20分鐘 花了5分鐘從140等練到145等 累積時間1個小時又25分鐘 花了15分鐘從145等練上160等 累積時間1個小時又40分鐘 花了46分鐘從160等練到180等 累積時間2個小時又26分鐘 花了94分鐘從100等練到199等 累计时间刚好4个小时 我的4个小时经验值加倍捐也刚好截止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 只要练到199等50%之后 就可以在左边的白色灯泡里面的避难所来自新村庄的信件 接取这个任务之后稍微打几只怪物 就可以直接升到200等 打完收工 练的时间的长短跟各个职业的强度有很大的关系 也跟战地装备的强度有关系 我其实在很多区域都是没有办法直接秒怪的 所以练等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练得比我快 我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练战地的心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研究 做出属于自己的战地装备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练等路线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好奇我练到战地8000的心得 心得大概是原本以为不可能达到的战地慢慢长入 真的达到的那天反而也没有很激动 反而有点平静的觉得 啊 到了啊 我好像在风之谷里面又完成了一件事情 好吧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普通皮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